结婚当天 婆婆突然变脸 非要穿婚纱 说要体验一下 结拜婚礼的感觉 我气乐了 问男友怎么处理 他支无了下 我妈养我不容易 小小你做晚辈的 让他怎么了 让 当然让 我扯下头纱 亲自给婆婆戴上 连新郎我都让给你 尊敬的公主王子们 请给小朵一个关注吧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了 我和张志远相恋两年 今年秋天 正式登门拜访双方父母 确定关系 婚期定在一个月后 今天趁着天气好 我俩一起到婚纱店 选购礼服 陪同的人 还有张志远的妈妈 三个人原本在外头 还有说有笑的 谁知一进门 他妈妈直奔正店款的 那套婚纱而去 我原本心里一甜的 有种很受重视的感觉 可不等我上前 他就自顾自的拿着婚纱 对着镜子比划 还叫男友 帮他看他美不美 导购员看了我一眼 很是尴尬 小声地问我是不是 陪他来选购的 我能说什么 只能走过去 拉拉拉张志远 问他这到底什么情况 张志远却一脸不在意 我妈也是看好你 换了别人 你看他会不会搞这么隆重 可这是婚纱呀 我看了眼 拉着导购员说笑的婆婆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咱们的结婚典礼上 妈穿着身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 你整天都在想些什么 不知道是哪句话 惹到了张志远 她突然高声出我吼了一句 你看不上我家就直说 别拐弯抹脚车理由 你什么意思啊 我被吼得一愣 刹时间眼圈就哄了 我说什么了吗 我什么都没说 你这意思是对我不满 是不是 店里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到我们这块 就连在世衣服的婆婆 也看了过来 她走到我面前 拉下张志远的衣服 皱着没看我 干什么之时 在外边也吵吵闹闹的 小妮你有什么事 不能在家说吗 这是外边 能等安宁点 旁人看向我的目光 顿时就变了质 我甚至听到有人 窃窃私语评价着我 我难受死了 今天本该是高兴的日子 结果却受了这种委屈 我气得转头就走 让他们俩在这舍购 反正看样子 他们也没觉得自己有错 那我还留在这干嘛 看婆婆是婚纱吗 我不至于这么见 回到家 我把这事和我妈说了 她也很生气 但她比我耐得住脾气 跟拉着闷头抽烟的老爸 两人一合计 把之前喜笑颜开的态度 全都收住了 来问我喜讯的亲戚 碰了一鼻子灰 尴尬的问怎么回事 我妈就说一切还在商定 不急不急 于是就这么拖了好几天 直到大家伙发现 我家慢吞吞的 好似不想嫁女儿了一样 张志远家才急了 我已经好多天没看见她了 那天不化而散后 人以为她冷静后会认识到错误 没想到她硬着脾气 等我主动道歉 一条消息一个电话都没有 态度高高在上 这让我全家更气愤了 这次她带着礼品上门道歉 没一个理她的 之前我爸还拍着她肩膀 喊她儿子 此刻直接将她晾在门口 端着小喷壶 跑去给她的塑料 现人掌胶水 我妈更是 拿着拖把在客厅拖地 一点要邀请她进来的意思都没有 这算是夏马威 也是白脸色告诉她 林家的女儿不容欺辱 我亲眼看到她变了脸色 忍了诱人 将态度放到最低 好生好气地赔礼道歉 末了拉着我的手告诉我 婆婆早就后悔了 只是羞愧地不敢找我 既然她表现良好 且认错态度没得挑 我也就不再揪着这事不放了 只是很认真的告诉她 如果婆婆想穿白沙礼服 那一定要提前和我说 不好换一身中式的 和她错开 这样大家都不尴尬 婚礼上也不会有 喧宾夺主的场面 她点点头嗡了一声 至此 小摩擦就过去了 我想着 婆婆应该不会再做出这种事 再说 我也好伤好量地 把解决方案告诉了她们 在里的人家 绝不可能犯二次错误 谁承想 婚礼当天有很多仪式 我坐在婚床上 一身结白婚纱 满脸笑容地 等着张志远来接我 围坐在我身旁的伴娘叽叽喳喳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 长辈们笑着闹着 感叹我一转眼 就长大嫁人了 我妈躲在书房里哭了又哭 拉着爸爸的手不肯松开 就连一向沉默的爸爸 在目送我即将踏出大门时 也紧紧拽住了我的手 要过得好知道吗 哪里不开心了就回来 爸给你做主 最后这句话是对张志远说的 他要张志远发誓 发誓一定要对我好 婚后要是让我难过 或者对我不好 他说什么都要打上门 把我接回来 我气不成声 坐在婚车上哭花了妆 跟庄的化妆师 给我补了一遍又一遍 还是赶不上我运庄的速度 只能无奈的 让我先哭个够 之后再说 当时张志远没什么表情 全程都有点心不在焉 一个劲的拨弄着胸口的李花 怎么了 我握住他的手 很紧张是吗 有一点 他慢吞吞的说 小宁 咱们这就算是夫妻了是吗 做妻子的 在外边全力配合丈夫对不对 你说这干嘛 我称怪的瞪了他一眼 我肯定会给足你面子 这点你放心 那就好 他像是松了一口气 忙将手掌的汗擦在裤腿上 这举动有点奇怪 让我的心暗暗提了起来 幸好直到举办婚礼的酒店 也没出什么意外 我被接到了临时休息的房间补妆 顺便整理整理婚纱 看看有什么漏的 几个伴娘围着帮忙 有一个很是机灵的 跑去外边帮我拿水 叫我上场前润润喉咙 可等他回来 却是满脸涨红 气的肩膀都在哆嗦 怎么了 是酒店服务员刁难你了吗 我有些不高兴 花了那么多钱 不至于要杯水都不给吧 这什么破酒店 说吧我就要出门 亲自替小姐妹讨回公道 却被她一把拉住 不是的小宁 我生气不是因为服务员 她的脸越来越红 高跟鞋剁得很响 马得 这算什么事 我就没见过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一家 怎么了 我突然觉得很不安 特别是小姐妹说着说着 难过的眼睛都红了 她握住我的手 一个劲的叫我先别生气 怕我气出个好歹了 大家都不说话了 房间里静悄悄的 只等她说 小宁 你那个婆婆 她穿了一身和你一样的婚纱 小姐妹们扶着我 叫我坐在床上好好歇息 有人急忙给我扇风 有人给我拿杯子倒水 大家都气到发疯 个个脸红的要命 却忍着没有爆发出来 因为我哭了 我哭得无声无息 眼泪直掉 才化的妆又毁了 但我不是因为委屈和难堪哭的 而是疼痛下的生理反应 我控制不住 即将喷涌而出的怒火 只能掐大腿 让自己冷静下来 怎么办小宁 这是太恶心人了 年龄偏小的伴娘善善开口 要忍吗 我不想你忍 但这事也只能算恶心人 小宁没出场 谁也不清楚其用缘由 万一别人说只是个误会呢 到时候难堪的还是小宁 年龄稍大些的伴娘冷静许多 大家齐齐商量对策 最后决定把张志远找来 她是今天的新郎 也是外面穿着和我同款婚纱 要舞扬威的女人的儿子 不管怎样 她必须给个说法 在我明确告诉她有事 就得先和我商量的前提下 她还瞒着一切 让婆婆穿了婚纱 恶心我 她是怎么想的 越想越气 在张志远进了房门后 我上去就是一巴掌 狠狠地打偏了她的脸 你是怎么和我说的 我高声咆哮 你告诉我你妈妈已经知道 穿婚纱和我同态不对了 现在呢 还和我穿同款 你妈妈是怎么想的 这婚不想结就不结了 我又不求着你 你这么恶心 我做什么 说到这我又想扇她一巴掌 却被她一把拽住 你闹够了没有 穿婚纱怎么了 我妈抚养我长大容易吗 穿个婚纱又能说明什么 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 我不可理喻 我站起身冲到她面前质问她 到底是谁不可理喻 我说过没有 如果她想穿白色礼服 我就提前安排自己 穿中式绣和服 我会和她错开 保证大家都能高高兴兴过这一天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说过的话是放屁吗 还是你妈你们全家故意的 非要让我在今天难堪是吗 话说到这份上 已经算是撕破脸了 我已经管不了其他 提起裙摆状态张志远就要走 结个屁的婚 老娘今天已经被羞辱够了 但张志远不是这么想的 她看我动真格说走就走 立马慌了神 冲上来拉着我叫我别离开 说大喜的日子给她一点面子 别动不动发脾气 我已经彻底看清她了 直到此刻 她还是觉得都是我无理取闹 是我乱发脾气 想要搞砸一切 什么都是我的错 什么都是我斤斤计较 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叫她死远点 别妨碍我回家 半娘团见我态度坚定 立马就围了上来支持我 大家将我团团围住 不准张志远靠近 快速地往酒店门口跑去 跟庄的化妆师和摄影师不明所以 见我走了 吆吾吾吾的一大群人都跟在我身后 人数太多 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 就连主编那边也有人走过来看热闹 而我们这群人 又恰好撞上了在门口迎丁的婆婆几人 婚纱VS婚纱 好一出婆媳同款 顿时就有人感觉不对劲了 本来善婆婆一人穿 只是觉得太隆重 没人多想 但此刻我也站在这 这其中的意味就很深了 偏婆婆还一脸无辜 询问我时间还没到出来干什么 我冷笑一声 扫了眼满脸哀求的张志远 高声问了一句 您今天花了不少时间穿这身婚纱吧 怎么样 有没有得到满足 大家是不是都在夸你穿的好看 今天全场的焦点全是您吧 林小宁 见我越说越不对味 张志远跑过来想要把我拽走 伴娘们立即出手阻拦 现场闹哄哄的 所有人都在吃瓜 我早就丢光脸了 现在还管个屁 看他们一家子装糊涂的样子 我就恨得慌 伸手把头纱扯了下来 腻着人群走到婆婆面前 直接给她戴上 就穿婚纱怎么行 还得戴头纱才够位 不然大家会怀疑 今天谁才是主角 林小宁 我妈是长辈 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 隔着人群 张志远还在冲我咆哮 婚礼都没举行完你就这么不笑 你要让我妈怎么了 志远 站在我面前的婆婆立马就娇落不堪 可怜巴巴的看着儿子 要不是亲眼看见 我都不知道她还能查成这样 索性她早点暴露也好 省得我嫁过去后悔 于是我更摆烂了 杨起手就开始鼓掌 让 当然要让 我今儿把新郎都让出来 听完我们对话的宾客炸开了锅 现场吵闹的比菜市场都还凶 我笑着带头鼓掌 伴娘团也开心的陪我一起 就在我很是解气的这一瞬 张志远抓着机会冲上来 掐着我的脖子 就是一巴掌 我让你气我妈 我让你气我妈 这一巴掌 我没有反应过来 生生挨了 身旁的伴娘团愣了一秒 下一刻暴怒地扑上去 尖尖的指甲 扯着张志远将她拽倒 把她的脸划得细巴烂 志远 婆婆想冲进来救她 被甩到一边 哭得直跺脚 我站在一旁 将凌乱的发丝勾到耳后 舔了下口腔里破皮的地方 气到狂笑 你怎么敢啊 我抬起脚 对着张志远的下三路 就是狠狠一踩 高跟斜杀的伤力 不亚于锤子砸鸡蛋 只听她呀 这一声 下一秒就被其中一个伴娘 用餐巾指堵嘴 对着她的下巴 就是一拳 现场混乱的不行 张志远家的亲戚 几次要来阻拦 都被人流冲开 等好不容易制止住了 张志远已经不成人样的 摊在地上 红裤衩都露了半边 小贱人 我要杀了你 婆婆要疯了 她从旁边的桌子上 摸了把餐叉药捅我 被我利落地躲开 我指着她和张志远 狼狈的样子 哈哈大笑 大家哪见过婚礼 能办成这样的 也从没见过准婆媳 能在婚礼现场撕成这样的 今天可真是大开眼界 议论声从头到尾就没停过 张志远家的亲戚 眉头皱的都能掐死苍蝇 其中一位年老的长辈 更是重重地哼了一声 指着我的鼻子 骂我不像个东西 叫我趁早滚 张家不要我这种脚势精 一把年纪了 还嘴上不记得 你踏马骂谁呢 接到伴娘电话的爸妈 匆匆赶来 打一见面 就见一大帮人指着我骂 我妈顿时就发飙了 通常就顶在我面前 谁指我就骂谁 姨父要把全场撕死的凶汉样 我爸更是勇 抄起歪倒在旁的椅子 就是一甩 砸了一地的木屑咆哮 我倒要看看你张家 是哪来的脸 敢这么欺负我女儿 什么垃圾一架 女子关系混乱成这样 妈不像妈 穿着人小年轻的婚纱 到处窜 儿子不像儿子 没本事劝你妈 就把脾气撒媳妇身上 你算什么东西 爸爸的手指 几乎要戳到张志远眼睛里了 极尽嘲讽和不屑 老子活了五十几年 头一次见你这种品种的垃圾 你要真离不开你妈 今天这婚礼就给你们续上 说得好老林 妈妈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 啪了一下拍在桌子上 这份子钱我先给 祝你们两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夫妻俩一唱一和 一句脏话没骂 却鄙视近了所有人 从没受过这种气的张志远妈 哆哆嗦嗦地伸出手药说什么 被我妈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哪来的老碧罗春 安心享受你的婚礼就得了 少的便宜还卖怪 全场寂静 我躲在爸爸宽厚的背影下 感觉自己都不气了 真得静 这种大场合 还是爸妈撕起来才爽 亲家母 你们误会了 一直充当背景版的张志远爸开口了 我们从来就没有不喜欢小您的意思 今天闹成这样 真的就只是误会 误会 我妈撇嘴一乐 你老婆都穿起婚纱 喜气洋洋了 你还觉得是误会 你几千度的近视眼啊 这都能看错 还是你觉得这很正常 行啊 说爸老妈扫视全场 从角落里抓住一人拖到中间 指着她问 来 让你早嫁人的姑娘说说 她的婚礼上婆婆是不是也穿着婚纱 在那耀武扬威的隔音人 说爸老妈低喝一声 说啊 大家伙都等着你开口 张志远的姐姐脸上了通红 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上来 将求救的目光看向自己的爸妈 这关我女儿什么事 见宝贝女儿受难 张志远妈瞪个眼狠狠地骂道 扯一无辜的姑娘在那骂 你是不是人 你女儿无辜 我女儿就该遭受这一切吗 一听她胡搅蛮缠 我妈就受不了了 声音拔高地怒吼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那天的婚礼 闹得不欢而散 我爸一个电话 把全村连亲戴故的爷们都喊来了 硬是把我抢了回去 我挺直几倍 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身后张志远还在叫嚣说 这是没完 她不会放过我 你来呀 小堂弟回头冲了几步 赶找我解麻烦 小心你的狗腿 吓得她倒退 一步左脚踩右脚 摔了个狗吃屎 我吃笑一声 瞅她那吃软怕硬的怂样 只觉得自己以前眼睛被猪屎呼了 怎么就瞧上她 幸亏没加成 不然婚后能把我呕死 回去我爸妈就包了几个厢房 好好感谢今天帮我战场的亲戚朋友 特别是我的伴娘团 我妈每人塞了500 拉着卸了半天 小姐妹们一改彪悍的模样 害羞的说没关系 等酒足饭饱各自回家了 爸妈才露出凝重的表情 这是还有的掰扯 爸爸点燃烟捏着眼 看张家那家事 估计后头会找人来闹 闹啊 谁怕谁 这一大家子男女老少 没一个长脑子的 我倒看看谁最没脸没皮 妈妈愤恨的说着 反倒是我 全程没有开口 怒火和激情消退后 我只感觉浑身疲惫 一股说不上来的委屈 勉强和爸妈到了晚安后 我缩在被子里 小声哭了会 之后将房里张贴的红洗 全都撕了 剪碎扔进垃圾桶 等做完这一切 我睁眼到天亮 平静地等待着张志远家来算账 果不其然 一大早七点不到 门就被敲得啪啪响 乌乌泱泱的一大家子杀上门 开口就说要回彩礼不说 还要叫我们陪张志远 这傻叉的青春损失费 我妈都气笑了 你儿子是哪只千年母击下的蛋 就这么金贵 连青春损失费都说的出口 我家志远和你女儿谈了四年 这四年来花的精力和财力无数 凭什么不要还 张志远妈趾高气昂地抱着手臂 也不是我说你们 你家林晓宁都二十七八了 老姑娘一个 要不是我们志远心善答应去 就她这样的能嫁得出去 哦 我女儿二十七八 你儿子三十一了 怎么不说 我妈一拍桌子站起来 要不是和你们家的狗东西谈了四年 我女儿至于蹉跎到这个年龄吗 你们还有脸要赔偿 我陪你一口谈要不要啊 你 你怎么这么没素质 张志远妈气得哆嗦 幸亏没娶 就这种家教 我们张家可要不起 我呸 家教和素质是对人讲的 你们是人吗 我妈挽起袖子 声音越说越大 眼看着要动起手来 在场的男人们终于站起身 开始介入 你要是个男人 这是就这么定了 嗯 灭烟头 爸爸淡淡地开口 要是个耸包 你就由着你老婆在这继续 我没意见 强大的气场在客厅蔓延 妈妈坐在爸爸身边 冷静了不少 两人脸上一模一样嘲讽的笑容 只是这面前的一堆人 人数虽少 但完全不拒 推出来做代表的张志远爸 狠抽了两根烟 等在开口的时候 声音哑得不行 我是真的把小宁当闺女看 也真的希望她和志远过得好 昨日闹的那出 我从头看到尾 错在我们 这是没得说 老张你说什么呢 见她道歉 挑眉毛瞪眼的张志远妈 立即不干了 我们打错了 闭嘴 见她还想挑事 张志远爸吼了她一句 怪我不该由着你性子 你看看你 闹出多大的笑话来 我 张志远妈不敢开口了 畏畏缩缩的坐在那部吭声 亲家母 也希望你能原谅她 说到这 张志远爸语气又软了 我大她妈妈七岁 平日里算是一直哄着她 把她捧得有些娇纵 昨天她穿婚纱 真的就只是想穿漂亮点 没有其他意思 她就是一根筋 做事脑子不过弯 你们别怪她好吗 她越说态度越低 最后都把自己摆到尘埃里 前所未有的自贬 弄了爸爸也不好说什么 张嘴就想劝她别这样 妈妈也坐立不安 我低声笑了 叔叔 张志远要是能学到您三成功力 想来我已经傻乎乎的嫁过去了吧 事后诸葛亮谁不会 您时到今日 才把话解释完是什么意思 哪来什么误会不误会 我可不相信 有哪个四五十岁的女人 是抱着单纯爱美的心思 和儿媳同穿婚纱在婚礼上 更不相信 每个养家糊口的男人 连儿子婚礼老婆穿婚纱 对不对都不清楚 把谁当傻子呢 我笑了笑 主动把彩礼那张卡地给她 下马威就下马威 我不接就是 何必自打嘴巴 我又不在乎 此话一出 他爸脸轻了 佳妍的手一抖 燕辉落在裤腿上烧了个洞 胖得他手慌脚乱 站起来直跳 爸妈反应过来 立即和我站一边 礼貌又客气地 把他们请出家门 这是按理来说 算是告一段落 各自退婚 再相看人家就是 没必要闹得太难看 并大家伙都做同一个事 谁也说不好 哪天就碰上了 可张志远不这么想 他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 全家都丢了面子 所以他非要把这事 弄得所有人都指责我 才觉得心里舒服 于是一则匿名投稿 发到了网上 标题为 不满婆婆穿得比自己隆重 某某是一女子 在婚礼现场大打出手 全篇隐瞒了婆婆一家干的好事 将我刁钻刻薄的嘴脸 全都展现出来 更觉得是 上面出现了我家的地址 以及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一切的一切均为真实的 而他一家则销声匿迹在风暴外 独留我和家人 遭受着突然起来的网爆 我火了 私信爆炸 慕名而来想见识见识 我耍横的人特别多 更有些键盘侠 用极尽侮辱的字词 攻击我的爸爸妈妈 还拿我的照片屁表情包上香 笑我278老姑娘了 还有脸闹 那几天 我把自己关在房里想了很久 想自己盛世真的该死 才会让爸妈遭受这些责骂 但我左思右想 依旧觉得自己没错 有些人犯见起来 是不分青红皂白的 我报警了 在周围人 指指点点的目光下 走进派出所 将近些天来 遭受的一切全都说了 几位民警安慰我 说这些证据都很清晰明了 他们会尽快调查清楚 还我一个公道 于是我回去等了两天 在接到派出所电话前 我先收到了张志远的威胁 他问我是不是报警了 还说他 要是因为我丢了工作 会弄死我 我全程录音保存 但定的告诉他 造谣并且透露 我全家信息是违法的 就等着派出所传唤吧 他骂了几句脏话 出警的警察小哥 在我家楼下蹲到了张志远 还从他兜里搜出了把水果刀 这下事情就严重了 在他被关押期间 他妈妈跑来几次 哭着求我撤诉原谅他 说他就是太爱我了 不甘心和我断了姻缘 才会做出这些事的 说完还气气爱爱的瞅着我 问我为什么就不感动 我疯了才会感动 推开他的手 我快速钻进屋 不理会他在外边又叫又骂 实在闹得烦人 我就继续报警 告他骚扰我 很快 门外狂叫的人 就从张志远妈换成了他爸 这位功利可就身后了 提着礼品大包小包的 站在我家门口 很是彬彬有礼 我警惕地隔着门与他对视 心里暗自庆幸 早早就把爸妈劝到外省旅游 不然就人家这里说 我爸妈怎么着都不好意思 把他关外边 但我就好意思了 甚至以目前独居为由 拒绝他进入 张志远爸有一瞬间扭曲了脸 但他还是沉住气 姿态温和又诚恳地 把来一说完 接着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将礼品放在门口 转身离去 我呵呵一笑 才不在乎 你敢放 我就敢不理 反正门口有监控 谁爱偷就偷 和我有什么关系 于是 这事就这么僵住了 张志远在派出所 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我态度很是坚决 不肯接受私下调解 非要讨个公道 并且一定要张志远在网络上 给我实名道歉 不然这是没完 刚开始他很硬气 说什么都不肯 还笑话我以后嫁不出去 老死在屋子里 所有事有条不续地进行着 派出所在网络上给出了公告 通诉张志远所做的事 以及受到的处分 他本人也被我逼的手拿到欠书 心不甘情不愿地 录了道歉视频发到网上 我的私信以及邮箱 终于清静一些了 虽然还有键盘侠跳脱的在那辱骂 但我已经不会在乎了 我火速换了工作 将爸妈接到身边 远离曾经的环境 用新鲜事物填满他们 曾经饱受网络暴力摧残的心 我们一家三口 快快乐乐地生活着 这是出狱后的张志远吗 再见到张志远的地点也是凑巧 我陪同朋友去医院看病 亲眼目睹了几个 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年轻小伙子 问着他好一通暴打 七八个保安都没劝住 硬是等他们打完才成功拉开 我好奇地站在那看了会 从吃瓜群众的嘴里 得知了事情的全部过程 不愧是母子关系混乱的张家 他妈妈作妖起来真的是没话说 眼瞅着张志远 要和一外地女孩谈婚论嫁了 他跑中间拱火 在餐桌上女孩就说了一句 汤淡了些 某个极品准婆婆立马眼泪直流 一副大受委屈的样子 张志远这个大孝子能忍 一巴掌扇在那女孩脸上 恰好也扫到了桌上的碗筷 噼里啪啦地落了那女孩一身 碎片划了好几道口子 鲜血直流 女孩挨打又受气 怎么可能算了 一个电话打给哥哥们 于是就有了医院这通好戏 我听完笑的半死 瞅着地上那种成猪头的狗男人 感觉会气得不行 立马就离开了医院 后来听说他再也没找到女朋友 别人一听说他家乡儿媳 吓得跑得飞快 本就风平差得要死 再加上他妈妈这骨子 舍不得儿子分给别人 半点注意力的态度 谁敢和他家说亲啊 又不是美好男人挑 我倒是经历这么多看淡了 对生日结婚完全没有念想 爸妈也不敢劝我 放任我一直单身到40 后来我瞧着别人家的孩子可爱 去过人院领养了个小女孩回来 小家伙乖巧懂事 早熟的让人心疼 原本对我这举动 还有点意见的爸妈 见他坐在餐桌上 乖巧的自己吃饭 不用人味 顿时就沦陷了 不出一天就自称姐爷奶奶 疼他疼得放心肩上都怕摔了 我很知足 生活并不是一定要有男人才算圆满 虽说当初的我是因为张志远 以及他妈妈的奇葩操作 才觉了结婚的念头 但不得不说 这些年来我确实过得很快乐 我自己赚钱自己花 自己买房自己住 节假日想外出完了 说走就走 不用和别人汇报 也不用征求意见 我是自由的 有朋友劝我组织个家庭 说有老公会更有安全感 但我个人的想法是 安全感是对自我肯定的一种认知 我自信且乐观地过好每一天 安全感就充沛得很 再说了 如今我也有了贴心的宝贝 看着他蹦蹦跳跳地 在公园里用小铲的玩纱 挖到了小贝壳 惊喜地朝我跑来 嘴里喊着 妈妈妈妈 你看这是什么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安全感 我很享受现在的日子 也很感激自己的选择 人生的每一条道路 都是自己选的 我永远不后悔 就像我从不觉得 要在那场婚礼上忍气吞声 人的几两骨声来不屈 你张志远凭什么倒的绑架我 街边的露天咖啡厅里 我正在看文件 突然听见有人喊我 一抬头是个面容苍老的男人 他的目光惊喜又热切 见我回看他 立马激动地走上前 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了 最近过得怎么样 他自来熟地坐在我面前 手里的青菜和鱼 顺势放在桌子上 一副要和我大谈特谈的模样 我满脸问号 都不清楚他是谁 就见他大开话侠开始抱怨 说自己娶的老婆 是个二嫁女不说 还自带脱油瓶 平时对他凶巴巴的 克扣他的工资 甚至还逼着 他从家里搬了出去 不肯服侍父母 我听他叨叨叙叙好久 才从他的话里拼凑出信息 张志远 我试探地喊了一句 见他满脸欣喜 立马冷下脸 搞清楚 我和你可不是能心平气 和聊天的关系 不想我泼你一脸咖啡的话 现在就给我滚 咱们之前都差点结婚了 这关系够不够 够 我一脚差点废了你 还把你送进监狱蹲两年 你觉得这关系怎么样 这话一说还聊个鬼 他怒气冲冲地站起身 深吸一口气 很是奇怪地压住了脾气 继续和我讲话 得了吧 你就是太爱我了才会这样 怎么不见 你这别的男人狠心 我知道你忘不了我 不然这些年你早嫁了 不就是等我回头吗 说着说着 他得意起来 上下扫视我一眼 很是满意 虽然你年纪大了 但看穿衣打扮还算行 我也就不借 你脑子有病吧 我忍不住打断 他的谱信演讲 十分怀疑张志远 甚至脑部长肿瘤 且已经晚期 不然怎么幻想和现实 都分不清 他哪只眼看出 我对他念念不忘 单身多年 只求他回眸 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着 不用多说 我都懂得 他一副好脾气的模样 面对我的暴躁 你不结婚 领养的小鬼 这是我已经知道了 你放心 我肯定给你一个交代 等我回去了就离婚 你就在家乖乖等我就是了 不过我还是要和你说清楚啊 讲到这他停顿了下 你必须把那个小鬼送回去 我可不接受 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 还有就是 你嫁过来 要和我一起搬回去住 我爸妈年纪大了 要个人伺候 你把手头的事停了 在家里好好照顾他们就行 每个月我会给你五百块买菜钱 逢天过节 我再多给你一百 你就放心用 我很大方的 我听着他嘴里喷粪 越说越离谱 只感觉今天出门 没看黄厉 倒霉到家 怎么就遇到他的这个妈宝 傻X男了 不等他说完 我果断报了警 在他懵圈的眼神里 用他的手机 给那个倒霉架 给他的女人打电话 温和细语的 将张志远这十多分钟的话 全都复述了一遍 然后通知他去派出所捞人 张志远我 吃吐X你XXXX啊 看着他吓到腿抖的懦弱样 我怜悯地摁下了扩音键 恭喜他蹲完橘子后 家里还有一通暴打等着 说你什么好呢 我处着下巴自言自语 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 那就祝你接下来几天 过得幸福吧 毕竟这些都是你自找的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